各位觀眾各位聽眾 各位網友大家好 DSE的通識科考了 今年任何政治問題都不會問的 就不像去年說什麼新聞自由 今年問一些很輕可的東西 可能對某些考生來說都會有些如釋縱負 因為那些問題都不知道怎麼回答 如果問政治問題會不會踩到紅線 我想今後改了名的這個通識科叫做公民與社會發展科 不會挑戰大家這些東西 不會那麼容易讓大家踩到紅線 政治問題是不會再討論的 討論什麼東西多些呢 我想都不是討論是灌輸 灌輸什麼呢 都是灌輸國民身份的形同會多些 這個通識科就會變相成為國民教育科 為什麼這麼說呢 今天 香港本地的報展 找到一本 新領域公民與社會發展 新學年中四級的公社科的教科書 那這些教科書是一個樣本來的 還不是正式公開發售的 就給這個學校做一個參考 那怎樣的呢 即是 你不說不知道 你嚇你一跳 我覺得是一個感覺 譬如 譬如說宗教 即是說西方的節日 宗教 裡面有一段文字是這樣寫的 他說近年聖誕節萬聖節等西方節日 逐漸受到中國年輕一代的歡迎 而重陽節七夕等中國傳統節日 的受重視程度 則不斷下降 這個《蘋果日報》就將其中一頁的貨文 就弄了出來 就說展示中國人慶祝西方節日的照片 就在一些 商場那裏有紅色金字 Merry Christmas 然後就 大減價 賣滿多少錢 又有多少優惠 這個就 說在中國的商場裏面掛聖誕的 燈飾的照片 他裏面都是這樣說的 他就說中國的中國人慶祝聖誕節 就對這個傳統節日 傳統造成衝擊 而西方國家的軟實力在中國不斷滲透和擴張 用漫畫 迪士尼的漫畫和麥當勞的卡通人物著軍服 著軍服 以示侵略 第二個國家的文化 講聖誕節的部分就是 在香港社會的多元文化特徵的課題 全球化底下的西方文化 逐漸成為全球普遍接受的文化 中國不斷對外開放下 傳統習俗正受西方文化的衝擊 影響力不斷減少 教科書就引用這個內地學者的文章就說 隨波逐流地認同基督教耶誕節 無意中為基督教在中國傳播 和泛濫 推波助瀾 使得西方國家軟實力在中國不斷滲透和擴張 呼籲非教徒不要慶祝 書本顯示一張在中國商場掛掌聖誕節的照片 文學生 反映中國可能面對什麼的文化衝擊 參考答案就說 這個是反映西方節日 受中國人重視 可能對中國傳統節日造成衝擊 這些節日 被忽略 甚至遺忘 說什麼七夕 重陽節 還有一句就說文化帝國主義 有一幅圖片 那圖片就是 有些飛機在上空 卡通來經過的 中間 就看到有一些穿著軍服 戴著軍帽的 迪士尼的 應該是Micky Mini 有迪士尼公仔的坦克 向前進用槍指著人 然後 作威作福 迪士尼的米奇老鼠 拿著槍對著人 作威作福 然後 還有麥當勞 叔叔 拿著旗 又是穿著軍服 還有其他麥當勞公仔 在漫畫上 說什麼呢 說這個就是文化帝國主義 西方的文化帝國主義 美國的跨國國企 在各地 間接推銷美國的價值觀 用這個漫畫 展示穿軍服 用槍指下 舉了白旗投降的民眾 就問學生 漫畫 描繪了什麼的全球化現象呢 你看完這兩幅 你真是覺得很可怕 他現在說的是中國大陸 其實香港都是發生的 香港都是慶祝這個 耶誕節的 大陸叫做耶誕 耶蘇誕生 叫做耶誕 聖字呢 用那個聖字就表示抬高了 所以大陸是不叫聖誕節的 叫做耶誕節的 叫聖誕節就政治不正確 不知道拉不拉得 現在在香港呢大家記得 20212020年 的聖誕呢 就很多原因 不知道什麼為名 那些燈飾呢不要搞那麼多了 說完之後呢就各大商場等等 果然全面修煉 那時候已經開始有些人討論 不是吧 這個香港特色來的 就是節日來的 節目來的 我記得我這些小朋友小的時候 這個燈飾亮燈呢 沒多久呢我就會帶他們去這個 中環一下尖叉咀 去看看 就是這個 很美啊 當然當他們帶就不跟我們啦 我們現在都沒有什麼大興趣 那些燈飾都 光亮的光芒都 收斂了很多 就因為大陸 那時候就大肆 去鼓吹就說不要過陽節 你現在回去上網看 不要過陽節這個呼类 其實現在還看得到的 很多的 那麼現在這本教科書呢 講的是中國大陸的情況 就引述中國大陸的學者 就說這個是 文化帝國主義的侵略 包括過這個聖誕節 開了一個缺口呢 給西方去宣揚這個基督教 大家自己在大陸打壓基督教打壓都很重要 然後就 用這個迪士尼 麥當勞 以示這個文化帝國主義的侵略 那些呢 就是戴著這個頭盔 穿著軍服 拿著槍 指著 舉著白旗投降的老百姓 在這個教科書那裡 討論 我覺得 拋頭 這個在大陸固然已經很矛盾了 你說過 洋人的節日 你給不給他過 沒有人指著 支槍指著你說 一定要過洋人的節日的 你過洋人的節日 洋人的節日現在 在這個基督教天主教裡面都批評了 就說這個變成一個消費主義的東西 其實 什麼人去鼓吹呢 是大陸 和香港 做生意的人去鼓吹 過洋節呢 就是用來消費用來買東西的 現在就說你過洋節就間接 這個 這個鼓吹基督教文化 如果在大陸 這樣批判這個過洋節 這個教科書在香港又這樣去批判的話 那就是說香港是不是 都要鼓吹不要過洋節 是不是聖誕節那些東西都不要過 復活節都不要過 是不是遲早 公眾假期都沒有了 這種全面民族主義化 其實我想 遲早在香港出現 更加荒謬的就是什麼 就現在說 這個麥當勞 說了迪士尼 大哥你麥當勞 在香港那個 是中國資本的 中國買了的 那個不是洋人的東西來的 現在已經雖然 吃漢堡包還是洋人的東西 你中國買了 那我就問 中國為什麼會買了一個 文化帝國主義的企業 在中國大地上 在香港這個地方 是 任他們去侵略呢 講迪士尼 你香港有迪士尼 你上海就有迪士尼 為什麼你容許這個迪士尼 在中國的土地上 又用來給別人侵略呢 你打到門給別人侵略呢 當年八國聯軍打你的時候 是因為義和團是打進來的嘛 現在你給你 文化帝國主義侵略 打開門給別人進來 錢來的嘛 你不是就是錢作 別人給 很多的甜頭 於是你就容許人打開大門 那我就問 容許別人文化帝國主義侵略的 此作勇者是誰 有權的人 政府 特區政府 中國共產黨政府 你批判這些東西來做什麼呢 我都勾頭 目的是想怎樣呢 目的是 想鼓吹那種民族主義 如果你要鼓吹那種民族主義 那就麻煩你 趕迪士尼走 趕迪士尼走 逢過聖誕或者所謂耶誕 就拉他坐牢 這樣行不行呢 這個就反映到 我不知道 這本教科書 暫時來說就是未正式 未正式賣 未正式給學校 但是這樣的教科書的內容 是他究竟自己 自己 是 自我 因為要 過關 要審批 要過關 越左越好 還是 上面 指令下來一定要這樣做 不然我就不會批准你 這個叫做明創教育 出版的 新領域公民與社會發展 不單止這樣 還有其他的一些內容 我覺得都 挺可怕的 就比如說國民身份的認同 那就問學生 建議老師問學生 你看見居期 驅徽的時候有什麼感受 如果你覺得你感到光榮和自豪的話 代表學生 的本地居民 就是說這個學生的國民身份認同 就很高 如果香港居民對 升旗感到光榮和自豪的話 那你就 代表 對國家尊重 感動 反映了有愛國的情懷 也都建議 老師就問學生 釣魚台被日本侵略之後有什麼感受 如果你感覺到為國家不值的話 一定程度上反映國民身份的認同 OK 說一國兩制 的內涵和實踐 2013和1.5年 這個 特區政府 2017年 行政長官普選 辦法進行公眾諮詢 並引起廣泛討論 但是完全沒有說2014年 搞了很長的時間 這個雨傘運動 佔中的運動 完全沒有提 說到公民抗命 就說到2005年的民間電台 沒有提到2014年 和2019年的這個運動 只有這個2014年的佔領運動的圖片 也有說很多一帶一路 什麼個人油 那些 我不詳細去討論 我看完之後 我的感覺是 真是糟糕 以往的通識科 就很強調 所謂批判思考 什麼叫批判思考 不是批判人 批判思考就是要拿正反雙方 如果 你是做通識科老師 你完全明白 我就不是做老師 但是我的小孩去讀 通識科的時候 他都嫌我不夠批判思考 就是問我的問題 叫我解釋 他嫌我不夠批判思考 什麼意思 爸爸你都不是 都不懂考試 你 你要講完正就要講反 如果你講完正不講反 講完反不講正 你沒有分的 或者分很少 批判思考的意思就是 給你 很客觀地 將不同的事實 鋪陳出來 然後當然你可以 落自己一些結論 你落一些結論都要很客觀 但是今天的通識科 是一面倒地小孩 你剛才看的那些 什麼文化帝國之義 又矛盾到不得力 我不知道學生 在課堂上面提 老師 那為什麼上海又有迪士尼 那時候為什麼迪士尼會給他進去 專門去侵略我們中國的 文化帝國主義侵略我們中國 你怎麼回答他 為什麼香港又有麥當勞 麥當勞好像是 中國資本的 為什麼他要買一個文化帝國主義的 產品繼續去侵略我們 你怎麼回答他 全球化的最大的受惠者 如果說全球化 就是入了這個 WTO之後 入了這個世界貿易組織之後 中國為什麼會變成一個世界大工廠 為什麼國民的生產總值是超越了英國排第二 為什麼可以去到這裏 全 靠全球化的恩賜的結果 全球化就是 其實很重要的一點就是 你在 西方世界裏面 有一些生產的工序 很多都是 人家的設計 原材料可能來自 這個西方的國家 但是在那裏 截廠 那你也有很多 條件 例如說 你部分可以內銷 但是大部分要外銷 那些稅等等 是 中國給納外資的一個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的途徑 全球化你不說這些 全球化說文化帝國主義的侵略 那你令到學生不是很偏頗 是不是 就動一些就說別人去侵略你 那這個就是 如果你說中國 是不是在灌輸這件事 是不是在討論這件事 我覺得是非常之 極端的 那些毛派 那些五毛小粉紅毛派 即是說毛澤東派那一班 他就是在說 他甚至是批判 中國政府那個全球化的政策 你不要以為 不要以為這個是中國政府完全認同的東西 因為都是挑到那條根的嘛 你說文化帝國主義 你打開大門給別人的文化帝國主義侵略你 你歡迎別人的迪士尼進去你們那裡 搞這個旅遊的 這個 樂園 又被這個麥當勞進去 不止麥當勞還有肯德基 還有不止肯德基 還有其他呢 最近引起爭議的這個新疆棉事件 所有的外國品牌 中國又有生產又有銷售 那些不是文化帝國主義是什麼 你用最極端的 在中國最左的討論放在這本教科書裡面 那教出來香港的學生是什麼 香港 如果 如果這樣去教好學生 學生出來 會變成一個怎樣的人呢 思想極端到一個什麼的程度 民族主義到一個什麼的程度 那我就 我自己這樣提 我覺得 不會有很大的效果 當然這個前提就是 香港沒有鎖到關 香港仍然是一個 就是 世界不同的商品可以在香港賣 香港仍然可以有互聯網可以流通的 不過現在有些 都封了 越來越封了 怎麼會有效呢 就是 你去迪士尼去吃麥當勞 去吃 家鄉雞 肯德基 去吃 有很多外國的 進來香港的品牌 日本也有 美國也有 歐洲也有 人家說 怎樣文化 帝國主義侵略 說這個聖誕節 聖誕節是越來越沒有宗教氣氛的東西 不過這個是宗教自由 你在中國大陸 蓋完一檔教會 又蓋一檔教會 當然你可以禁住人家 不過這個所謂耶誕 但是在香港 你基督教也有基督教自己的文化 聖誕節 天主教也有天主教自己 你是不是禁止那些 子耶尼撒 禁止不讓人回主教學 可能你會這樣的 你說 給你回來 不過要宣揚民族主義都可以 那些 人們聽不聽你的意思 這個問題就是 有沒有效呢 就看看他 除了在教育這個領域上面 用這個方式去灌輸之外 其他的領域會是怎樣 尤其是 做生意可能他不會阻擋的 迪士尼簽了約他不會趕人走的 但是在宗教上面 你看看 現在有這麼多的牧師傳導人 在國安法底下 走的就走 移民的移民 他們只是擔心 就是說呢 除了你 純粹講宗教的東西 其他東西 牽涉到社會的東西 你不要提 提呢 你的教會都會動你 他們不要開心得那麼早 在中國大陸 不講其他社會的東西 其實怎麼會動 怎麼會拆拆自隔 那幫都不是很社會性的 不會挑戰你的統治 那幫人 那幫教徒來的 那幫傳導人 就因為你傳導 你聚眾 你說的話 就是他覺得 這個世界不可以有兩個上帝 明白嗎 大家 現在你有信任一個上帝 他覺得你就要離經叛道 他就要動你 聖經也要改了 是不是 做教徒首先就要愛 愛黨愛國 香港會不會變成這樣 如果他現在這樣說 宣揚在大陸說 信 這個過陽節 是會間接 會促成 這個基督宗教在中國的傳播 那香港會不會 都禁你過陽節 又或者 不要禁也好 禁你過陽節 越禁越少 這個洗腦教育在香港的效果會是怎樣 各位家長 你們一定要留意 我覺得是相當重要 你的小朋友 在學校裡面 受什麼教育 他就會變成一個怎樣的人 這條片講到這裡 繼續支持我patreon 繼續支持我心事很快的channel 多謝你們收看 再見 早前我在這裡向大家介紹 這條片 除了可以保障你的私隱 隱藏你的身份之外 有些秘技 大家可能不太清楚 例如如果大家有看這個Netflix 的話呢 有些片 只是美國人才看到的 香港是看不到的 但你透過這條片 VPN登入了美國的網址 的話呢 就有機會看到 在美國 播出的一些電影 或者是電視劇集 又例如呢 如果你在網上 購買一些貨品 或者是訂機票 酒店 有些公司的規定 如果你在當地訂的話 你有機會拿到比較大的折扣 透過VPN 登入了當地的IP address 你有機會 買到比較便宜的機票 或者訂到比較便宜的酒店 不過每個公司的政策都不同的 你可以試一下 看看是否真的做得到 現在登入VPN就可以拿到一個比較大的折扣優惠 透過這個網址 以及用一個優惠碼 SAMNGX 就可以拿到三二折 一個兩年的計劃 平均一個月是3.71美金 還加送一個月免費 一家大小 六個設備 可以一起上網 幾好用的 大家不妨試一下